不只中国大陆的居民 很希望这个温度赶快回升之外 包括在日本跟南韩的观众朋友 或是他们的民众也是一样 因为在日本跟韩国也是寒流激动 甚至也出现了机场瘫痪 甚至呢车子也被冰封的情况 我们先来看到日本好了 日本的气象厅就说 主要受到极地气压 还有日本海极地气团 附和带的影响 连带让北海道九到九州的 日本海沿岸呢 这个大雪不断的下 而且一直会下到23号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车也都被这个下晒的雪 给封起来了 当然在交通方面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光看这个图片 残雪的画面就发现说 这个雪也太厚了吧 包括在日本的降雪量 我们统计到今天下午5点钟为止 北海道积雪最后最深 来到了73公分 星系还有这个岐富以及福井 其实也都在50多公分到70公分左右 其实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积雪已经淹到你的小腿度 当然对整个交通啊 都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再来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要来看到是南海 南海真的是整个都市里头 就像冷冻库一样 因为呢大雪加强风 让大家体感温度明显偏低 甚至实际的气温来看 大家最喜欢觉得首尔零下的14.7度 还有江源道零下21.5度 甚至呢其实就算以高温的情况来看 好像也没有高到哪里去 全境的最高温是零下的2度到零下9度 真的非常冷 甚至呢这样子的寒冷也影响到了空中交通 因为机场处于一个停摆情况 像是韩联测的资料就说了 这周国际机场跑道 紧急关闭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 长达了7个小时又40分 当然很多的航班都是停摆的 像是有277架的班次停飞 有4班延迟 主要呢因为大雪让整个 只要跑到那场 其实只要有微微的积雪 就会让这个驾驶 机场是看不到前方的 这个相关的指标 所以说贸然的起飞的话 绝对会是非常危险的 再加上飞机停在地表上 是很有可能机也出现结冰状况 也需要进行处理 很多的这个乘客就说了 这个航空公司怎么没有主动联系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 也造成了很多人行程上 也出现了打劫情况 不过刚刚我们提到说 南韩的冀州机场因为天候问题 陷入到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停摆的状况 目前统计出来 大概会有7500名的旅客受到影响 南韩街头民众包得紧紧的 厚重羽绒衣全部穿上身 因为实在太冷了 全国各地都出现摄氏零下的极动低温 周尔也冷到令人受不了 温度下滩到负14度 但由于寒风正正刮来 体感温度竟然是零下25.8度C 居民都说很像受困在冷冻库里 甚至还传出多地的水表冻到坏掉 不止如此 但是在附近海上的风浪主义部和 高达52公分变成一片银白世界 连日降雪更是在北海道造成交通大乱 当地的积雪量已经达到往年的三倍 路面被厚重的白雪覆盖 有军民因为公车连续5天停驶 甚至连去医院看病都成问题 叫个计程车都得等上一个半小时 TPP的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我们持续来关心到两岸关心 难道现在是胡萝卜跟棒子齐飞吗 就是我们昨天说到ECFA的问题 难道是在玩两面手法 现在最新消息是 中国大陆宣布解禁我国的石斑鱼 中国大陆其实前几天才释放这个消息 其实终止12项ECFA的产品关税减让 这个部分主要都是以石化产业为主 但是现在重新开放石斑鱼的活鱼 输送到大陆去 因此也被质疑说 难道是在玩两面手法吗 因为一个是进一个是开放 似乎现在并在一起讲 会让人有非常多的联想空间 但是以中国大陆的网络这个舆论来说 其实也都是有非常多的声音 像是有人说做完了现在给要了 还有人说通关密码 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当然其实在国内的产业界 现在有非常多的讨论跟思考 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 第一个以台湾雕协会的理事长郭建贤 他就说了 其实当然这个消息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对渔民来说 更重要的是要控制放养的鱼量 而且他也预估说 其实在之前我们失掉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 其实各个渔民都有在进行 饲养的减量 但现在鱼少 但是又要卖到中国大陆去 预计接下来鱼价会往上走 而且恐怕会无鱼可抓 所以到底如何控制养鱼的量 可能对现在的养殖鱼业来说 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另外要来看到台湾的石化龙头台素是怎么说 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出手 明显的就是瞄准了台湾的石化业产品 希望两岸可以尽速的展开对话 来解决这样子的经贸问题 但是经济部长王美花也针对这件事情来做出解释 他说目前没有影响到就业 他说的是我们目前的石化原料被减让关税禁止的部分 目前主要是强调说 似乎现在结果还有后续的影响没有出来 但是他认为说我们应该更关注 大陆的石化产品低价还有大量倾销的问题 必须要来进行解决 他也认为说台湾的石化产业 必须要走一个高质量化 才能应对未来这种市场的不变动性 但是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 如果在今天中国大陆宣布解禁我们的石斑鱼的话 接下来对渔民来说他们又要怎么样 养殖鱼来说要怎么样来反应 因为光是过去一年他们少了大陆市场 减产已经来到了2成到4成 避免损失但现在重新的能进入到大陆市场 他们也很担心会不会是一种经济绑架呢 养了一年多的龙虎斑 依照尺寸大一点的移到隔壁这个池子 几天后准备活鱼出口到香港 鱼民洗上霉梢 因为大陆在12月22日这一天宣布解禁 核准台湾石斑鱼进口 第一批有7家业者上榜 这次公布的合格名单6家在屏东方寮 临边嘉东等一家在高雄永安 大陆以验道结晶子为由 在去年6月中宣布禁止台湾石斑鱼输入 相隔一年半禁令解除 少了大陆的市场 这期间鱼民减产2到4成 外销香港加上东南亚以及台湾内销 勉强挺过去 处理过的龙胆石斑鱼肉真空包装 销售对象主要是台湾的餐厅 而台湾石斑鱼过去大陆市场占大宗 去年台湾被拒于门外 农业部积极布局全球高消费市场 以开拓新马美国以及日本等新兴市场 111年外销大陆以及香港以外市场 251公噸 较前一年同期46公噸成长 今年1到11月外销363公噸 也较去年同期185公噸 近翻倍成长 只是大陆才刚宣布终止 ECFA中12项的石化产品优惠关税 明年元旦实施 渔民多少也会担心 哪天又轮到石斑鱼 既台东世家又传来的利多消息 石斑鱼可以卖到大陆 在台湾大选前20多天敏感时机 也不禁让人联想 石斑鱼贸易和政治考量 有着耐人寻味的关系 TVBS新闻方式成功小齐 高雄报道 再来我们聚焦到 这个以哈的战事当中 现在以哈冲突最新的进展是 包括是以色列的总理 还有卡萨姆女 这个哈马斯这边呢 双方又再度的互抢 我们先来看到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怎么说 他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说了会坚持战斗 直至取得胜利 而且呢会留给哈马斯的选择 非常简单 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投降 或者就是死亡 其实这个说话的强度 是非常强的 另外呢 他甚至也点名说 这个尽全力确保 加萨不会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也在他的谈话内容里头 其实这就流出了 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似乎也是暗暗在透露说 如果在今天 以色列已经决定 而且已经进行到 他们的所谓的攻击行动 到了一段落之后 他们会如何针对加萨地区来进行管扣 还有决定了加萨地区的未来命运 其实在这个访谈当中 也留下了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再让我们来看到卡萨姆里的发言人 奥贝达他是怎么说 其实以巴勒斯坦来说 长期受到以色列的压迫状况之下 是别无选择 只能复仇或是抵抗 而且他也说了 如果真的双方想要逐渐的迈向和平的态势来说 他们希望已经被压的巴勒斯坦人可以全部获释 而且所有的以色列人质也能获得释放 所以说以色列需要停火及谈判 所以说否则人质不可能活着获释 等于说其实以哈马斯的态度来讲 也是非常强硬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场以哈冲突还没有看到镜头的可能性 现在甚至有传言指出 哈马斯在海外是大举真兵 锁定黎巴嫩 准备成立了洪水先锋部队 另外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思 整个哈马斯在国际上的形象是游黑翻红 甚至他们更担心说 会不会助长其他的偏机以及恐怖组织 助长国际恐攻的事件发生 以色列台拉维夫周四再度响起空袭警报 空中传来铁装拦截哈马斯火箭的爆炸声 法国上议院的议长拉谢刚好访问当地 空袭打断他跟以色列在野党的会议 赶紧转移到避难所 幸好这波空袭没有传出伤亡 哈马斯至今还是有能力发动火箭袭击 甚至打算在以色列北方邻国 黎巴嫩招兵买马 成立名为阿克萨洪水先锋队的武装力量 传出许多黎巴嫩人义愤填膺想加入 但是统治势力却极力劝阻 听得出对哈马斯心有忌惮 这是因为哈马斯在国际间的影响力不减反增 就连美国的情资也提出警告 毕竟哈马斯人是西方国家眼中的恐怖组织 没有想到加萨死伤却引发国际同情 扭转哈马斯的负面形象 欧盟本月初也提出警告 耶诞假期要特别当心恐攻风险 T&R宣布导 再来我们来看到一个救援情况 这个是挪威的极地邮轮莫德号 由于在他们航行的时候遇上了风暴 连带巨浪吹进了这个剑桥的窗户 把他吹破了也让水进到轮船的一些机组 连带导致了导航系统还有雷达 都是处于失灵的状况 所以整个船上包括总共有397人 机组人员100多人还有乘客大概是200多人 只能在这个轮船上随着巨浪再浮再沉 而且呢相关的机组人员也只能紧急的 把所有的方式改由手动操作 才能勉强让这个引擎来恢复运作 不过现在他们是急需要救援 目前的状况来说 救援的船只已经到达现场了 这些船上的人员包括工作人员 还有旅客都会被改车到另外的支援船之上 还有这一台这一辆这个极地邮轮莫德号 就会被拖到了港口 现在持续的在进行救援当中 另外大家也非常关心的 就是昨天发生的海湖浅见意外 在昨天传出了官兵落海情况 目前当时落海的有6名官兵 但是还是有3名的官兵 依旧是下落不明 而现在相关人员也持续的在搜救当中 海军三名官兵落海下落不明 军方出动搜救机 空勤总队也出动直升机搜索 五艘军舰 三艘巡防舰 和两艘巡防艇 持续搜索不放弃 因为碰上寒流低温 救人可不容缓 海军原本说是官兵的安全所撕裂 后来强调安全所没有断裂 而是变形松脱 才导致人员落水 二十一号中午 海湖舰正在进行潜航过程当中 突然发现救难浮标盖板松动 舰长下令服航 派出官兵到甲板检修 分三批上了甲板之后 总共陆续有六员落水 当时共有三梯次登板 第一梯次两人进行检修 但涌浪打来 两人不胜落海 第二梯次大约五六人 上甲板救援 但救援人员也被海浪打落 前后六人落海 再派出第三梯次人员抢救 总共十一人登上甲板 结果三人获救 三人失踪 获救的三人 二十二号清晨才抵达本岛 其中有五名官兵 紧急送到海总急诊 四人差错伤没有大碍 不过有艺人手部骨折 疑似在船舱中受到剧烈撞击 需要紧急开刀 局方强调落海的官兵 都有穿新式的救生衣 陆海空全面出动救援 分七大区块搜索 每四小时一阳流及潮汐变化 调整范围 遇时间赛跑 期盼能尽数找到失联的三名官兵 TVBS新闻 埃朝贤高雄报导